還不想吃麵糖麵六口 它沒有麵糖 外面就很甜 這樣喔 它那個醬汁怎麼叫起來 妳要煮喔 它煮到看他出賣 哈囉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桑林營養師 桑林營養吃 我是營養師的媽媽 我叫安安 我是阿凡小姐 再來上班 大家好 今天又要來開箱囉 是不是很開心 很開心 因為就要不要煮 過糖而吃 我是最開心的 阿嬤 怕你都不用煮喔 怕你來吃東西就好 但是要叫你打粉塑喔 這樣可以嗎 會啦 你如果說要做就要做 我請問一下 你的打粉塑的標準到底在哪裡 吃咖嘴 咖嘴 要好吃 對啊 你常常有東西東西好吃 但是你給它的粉塑都比較多 咖嘴吃就好吃 你怎麼要有八粉 他對我就比較嚴格了 他破片就給它粉那裡 好 是不是乾爹你粉塑就會讓它更高 也不知道 這是乾爹喔 對啊 也差不多啦 也不能這樣粉完結啦 哦 你有說便就對了啦 對啦 說得嘛 今天你的乾爹是什麼嗎 是 不知道 什麼名字也不知道 今天你的乾爹叫 愛好嗎 愛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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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我們今天喔 就是應 愛好本的邀請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網購平台之一喔 我們就是要來開箱它裡面一些 營養又健康的東西來試吃一下 就是這個啦 啊 有看到嗎 這就是你說嘛 愛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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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就啦 我們看一下就囉 而且你現在只要上iherb網站 輸入我的優惠折扣碼 桑尼25 就可以享有全單8折喔 桑尼25喔 對 那如果你是舊客的話 你可以輸入桑尼20 只要你滿70元美金 你就可以享有8折的優惠 每能現用2次 也是超划算的 它這次上古客喔 桑尼20這樣就對了 第一個 就是我們的分離式 乳清蛋白 什麼叫做乳清蛋白 對 你知道這個乳清蛋白是怎麼來的嗎 因為以前喔 其實大部分人都在吃起司 但是在製作起司的過程當中啊 其實乳清蛋白是做起司的副產物 以前是沒有人要的喔 蛤 以前沒有人 現在拿去做嗎 對 因為現在健身風氣很盛行嘛 大家都知道蛋白質很重要啊 所以這個乳清蛋白 身價就往上飆漲 所以變成是大家都要 甚至像以前有一些在做起司的工廠 反而喔 不做起司了 就專門生產乳清蛋白 很漂亮喔 對 所以現在才有這種產品出來 那我們今天買的這款叫做 分離式乳清蛋白 它就是乳清蛋白 叫它公醇化過 所以喔 它的碳水跟脂肪的含量更低 而且它裡面也不含乳糖 就是更醇化的意思 藏我們這種年紀來吃不可以嗎 當然可以啊 其實很多人會有這種問題 像比如說 我適合吃乳清蛋白嗎 因為它其實就是純化的蛋白粉 但是吃的前提之下 你一定要知道 你一天需要的蛋白質的分量 到底是多少 還要很容易 它也可以啊 這個這麼保持的這個 基本上只要你的腎臟功能是正常的 你只要有規劃在你整天的蛋白質分量 你就可以吃 安麻今天假設它是50公斤 那它每天蛋白質的攝取量 就是50公克 我就要吃50公克喔 整天的蛋白質分量 只要在50公克以內都可以吃 喔喔 那要怎麼吃 還要配什麼 一般的話我們會建議 當然是以原型食物為主啊 就是比如說我們可以吃一些肉啊 吃一些蛋啊 但是有時候你需要的蛋白質量 比較高的時候 欸這個就比較方便 直接就一杯就補下去 有時候我們吃不到 我們足夠的蛋白質 喔那更適合 他們這種年紀的人來吃喔 對啊如果他們平常 蛋白質吃不夠的時候 他們其實可以補充一點 但是要特別說一份量啦 如果你真的剩功能比較不好的話 就不建議吃太多了 來吃看看啊 它要泡嘛 冷水泡就可以了 那要吃的 我們兩邊的齁 我這麼大塊耶 他就叫你比較多 它一匙的話 就是31公克 蛋白質就含有 20幾公克的蛋白質 喔這樣就吃一克就有了 對啊 你還記得我們蛋白質一份是幾公克嗎 七公克啊 七公克 所以它整理幾乎是 快要四份喔 嗯 那你一般你要吃肉要吃多少 四兩 四兩 四兩簡單啦 四兩比較好吃 那我今天買的這個是原味的 其實它有各種口味 比如說巧克力啊 有真的喔 奶茶啊 抹茶等等 那我們要吃奶茶 好但是其他的話 他們就是會用一些調味下去調啦 那你自己的話 可以用原味再搭配一些水果啊 那不耍啊 就沒有辣得很耍 那一般我們會用那個shake杯啊 把它弄得比較 喔 要搖搖杯啦 對啊 你看那個 這差不多咧 不差不多叫差不多 啊不燙啦 冷氣氣 那這要用冷的啊 嗯 溫度也不建議太高啦 沒什麼感覺 這差不多五分啦 這也有五分 這也有五分 兩隻就五分 沒有啦 是一分到十分耶 喔 這樣喔 這樣就三分啦 我們後面還有很多 再來一個植物性的蛋白 而且它是巧克力口味的喔 真的喔 是一個巧克力控嗎 它也是粉的喔 對 它也是粉的 就讓你泡起來 補充蛋白質滿方便 然後它上面有特別寫 BCAA 3.8公克 那是什麼東西 我聽不懂 BCAA就是所謂的 脂戀胺基酸 脂戀胺基酸這個東西 在肌肉裡面占比相當高 它可以幫助合成肌肉 恢復疲勞 提升運動表現 啊像我們這個不吃素的 我們如果吃醋的 那不可以嗎 欸 也可以啊 因為它是素食蛋白的來源 但是如果你是吃荷食的 其實素的也可以 吃素的人可以吃 吃荷的人當然也OK啦 它這樣撕開就可以 然後它上面還有一個風條有沒有 噢 香喔 嗯 香香 嗯 這個巧克力 來泡一下 泡看看 它一湯匙32公克 那植物性蛋白它的含量 就會比動物性稍微再滴一點點 阿嬤 您看看 這一起巧克力口味啦 喔 滿甜的 看沒嗎 吃得好 哈哈哈哈 不太滴 果然還是要調味 很像在吃米仔糊 它有一個植物蛋白的味道 皮味比較香 它有沾湯啊 剛才那個沒有 那個沒有煮糕味 啊 你這個 要給它幾分 差不多五分喔 喔 這個五分喔 五分就是不錯的分數囉 那當然啦 你真的要注意就是 總蛋白質的份量啦 不要說我們就知道 蛋白質很營養沒錯 但是如果你腎臟功能不好 的人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吃過量 其實對腎臟是會有負擔的 海苔香米脆 喔 這好喔 這好喔 這個就方便了對不對 好 那這一罐的特點是 無膚質蛋白 因為有些人其實是 貴病 對 膚血會負擔 吃膚質的話 身體會有腸胃不適的現象 而且它有寫 NGMO 非基因感召 喔 很香耶 它有兩個口味啦 一個是麻辣的 然後一個是wasabi 我称200卡給大家看 200卡喔 啊 這很輕輕耶 這就是吃200卡的份量 那一包整個吃碗 有360卡 那還好啊 比一個便當都還少了啦 啊 什麼媽媽 阿嬤不吃辣 那不是辣椒耶 那是wasabi 欸 很香耶 那吃下去就會香 嗯 吃完還不錯吃喔 嗯 香耶 妳要給它幾分 對啊 妳在笑 氣味很好 差不多有五分喔 喔 也有五分的分數喔 再來一個 它不是吃的 我們的運動水杯 喔 這個有素料喔 欸 這個滿方便的 那你記得我們在挑運動水杯的時候 一般會選這種 PP材質 因為塑膠有風很多 這是耐熱的塑膠 通常這種運動水杯喔 它就可以讓你很方便 把那個蛋白粉攪開 對 因為你剛剛那張攪 其實攪不太開對不對 用這個的話它就會比較均勻 嗯 那你們在挑這個的時候 醫藥要特別注意 要那種不含雙分A的啦 就是環境荷爾蒙 其實環境荷爾蒙 對身體會有一些傷害 對啊 那我們現在來搖搖看 是不是要配一點巧克力的 還是要眼味 巧克力啦 擠過囉 現在要來泡一下 試試看那個 攪拌球的威力 蛋白粉 建議還是配 不要太熱的水 這種困不可以燙 喔 要這個按下去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來 這個其實扣住就好 它就這樣 有些這個酷酷酷酷 好 那麼快也要餓了 珍珠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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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帥 一樣這樣 有沒有 差很多喔 剛剛 對啊 很勻秤 勻秤很多 所以iHerb他們 不是只有吃喔 它有各式各樣的日用品也都有 再來一個 減壓茶 可以示範你 對啊 因為這個茶其實是不含咖啡因 像有一些喔 如果你喝了咖啡因 會睡不著的人 欸 這個蠻推薦的 好像我都不喝茶了 好 裡面就這樣 喝一包一包 一包一包的 好 對 裡面有群衣草 羊柑橘還有蜜蜂花 這個都是最神經上說蠻好的 草本的 水蜜桃 水蜜桃 新衣草 沒什麼密尾 沒湯的啊 這沒湯的啦 它是火的 也不錯啦 這個差不多五六分喔 乾爹的 我現在都沒壓力 這麼強的 就七分喔 乾烤毛豆 欸 可以補充植物性蛋白 還不錯的一個零嘴 兩羊魚這也沒一個台灣魚啦 這是美國來的啊 你乾爹是什麼你還會記得嗎 美國的乾爹你還會記得嗎 也沒 雖然說不定 愛客粉啦 對啦 哇 這是糕了 糕了 糕了 它也是兩口味喔 我們今天買的這個是海鹽 它另外還有一個芥末 這樣一包的話 其實鈉含量稍微高了一些 吃完一包就有560毫克 那我們一天建議的鈉 設取量是2400毫克 所以也要注意份量喔 200卡的話大概就是這個份量 46公克左右 還蠻順口的啦 它有這麼香的 好像像爆米香的 這是用烤的 怎麼會太硬 不會啦 不會太硬了 這個比較香 可以好多 五六分 五六分喔 椰棗 其實這個是東東跟北非國家 他們的主食 那椰棗樹其實也很像椰子樹 那因為它的果實長得像棗子 所以我們會叫它椰棗 那它真的是一個蠻營養的食物 裡面有碳水化物 蛋白質 甲 鈣 鐵 還有維生素 C跟膳食纖維 可以吃很多嗎 你說可以把它當主食 我太高興了 當主食的意思就是 你不要吃飯 吃這個 但是要特別注意份量 因為它相對來講 碳水含量比較高 如果你吃差不多 五顆啊 就40公克左右 就等於半碗飯 啊我吃八顆耶 八顆就是一碗飯 一碗飯喔 對 很多人會把它叫做 它是超級食物 但是超級食物是沒錯 很多營養成分 但是喔 如果你有血糖問題的話 要特別注意喔 阿嬤 吃看看 這不是紅色的耶 不是 雞色的 黑棗啦 對 黑棗啦 嗯 還不錯 跟糖分蠻高的 米糖味料高 沒有米糖 魚丸底就比較甜 魚丸底就比較甜 這樣喔 它椰子怎麼不叫起來 那你怎麼做蒸 你要蒸喔 把它蒸去看它出賣 配這個煎鴨茶看看好了 我們怎麼有這個東西 這麼稀奇 特殊款 他沒看過了 這個分數應該不錯 這個椰棗 一分到十分 你要給它幾分 喔 這差不多六分喔 油豆呢 沒有藍湯 抹茶粉 其實抹茶裡面有蠻多營養成分 就是像是綠茶裡面有一些多分類 還有一些液黃酮 都有很好的抗氧化的能力 可以幫助我們身體對抗身體的自由基 所以還蠻不錯的 平常也可以多喝這些 那那個抹茶 大插嗎 抹茶怎麼了 你們有沒有咖啡因 喔 問到這個重點喔 其實抹茶來講 欸 也算茶類 它裡面確實有咖啡因 而且啊 它也是茶類裡面 咖啡因算比較高的喔 這樣喔 所以喔 如果你有這種比較容易睡不著的問題 也要注意它的份量 有人是抹茶控的 那這個抹茶粉 你也可以直接就泡熱水來喝啊 或者是加在剛剛的高蛋白 原味的那個 你就有抹茶口味了 阿嬤 您看看 這叫抹茶啊 這個雪克杯真的很好用 對啊 對啊 均勻 你喝得好嗎 好油 粉只要加一點點就好 太濃了啦 太濃了 要這樣啊 抹茶就只有一點點而已 比較好 對啦 這樣比例才比較大 我的五分嘛 可以摘手藥嗎 嗯 再來一個 就是保健品啦 黑子油 那是黑豆油喔 這個黑子其實是一種叫做 黑種草的種子萃取的一個油脂 跟我們台灣的 欸不是 它是國外的 而且它有一個稱呼喔 叫做 上帝的種子 這麼大 經過上帝祝福的一個種子 我們就表示說它是很好的東西 相對才會很好意啊 對 因為它就是裡面有好的 多元不飽和脂肪酸以外 它也有很厲害的子化素 叫做白里坤 那現在也越來越多這個文獻證據喔 它可以幹嘛 抗發炎 抗氧化 控制血糖 降血糖固醇 然後包括病毒入侵呼吸道 它也有很好的幫助喔 不怪經過上帝祝福 你也可以把它當作是素食的魚油 如果要吃抗發炎的話 我們會建議吃昏的人吃魚油 那如果要素食抗發炎 其實可以吃這個 我選的這一款喔 它是外面的這個膠囊 也是素食的 素食的 對 因為有一些喔 其實我們一般吃 如果你是軟膠囊的話 它裡面上面是明膠 因為現在的技術喔 如果軟膠囊要做植物性 其實有困難 那通常的話就會做這種液態膠囊 酪梨油 酪梨油沒有用過耶 可以用來炒菜嗎 這一款它不是炒菜的 這一款是擦皮膚的 酪梨油也是算是一種好的油脂 所以它可以用來 比如說頭皮皮膚的調理 也可以當按摩油來做食用 那酪梨嗎 那酪梨 對啊 你可以畫畫看嗎 這個油出來你看有厲害嗎 你看你的皮膚 這可以保養皮膚 你吃的會不會掉喔 有嗎 有啊 那酪梨耶 對啊 會酪梨耶 這樣油彈彈 這就油啊 這就油嘛 你這個已經缺油了 要不要比較油的 阿嬤看我香 香香啊 香香喔 因為它這個是百分之百 酪梨才會掉出來 對喔 你還沒反省喔 你會變成十八歲手喔 其實酪梨它不是算水果 它算是油脂類 對 它算油脂 對啊 因為它的油脂含量特別高 這吸收也蠻快耶 其實這個也蠻好用的 所以平常用這種 天然的油脂下去做保養就OK了 這才是可以炒的酪梨油 你知道酪梨油跟一般的油 有什麼不一樣嗎 我也只知道它是油 對 蛋豬菜喔 這是豬菜的油啦 你看看 那酪梨油 其實它也是 單元不飽的脂肪酸 很豐富的一種油 那什麼叫單元不飽的脂肪酸 就是我們所謂的 Omega-9這個脂肪酸 那跟什麼油比較像 就是我們所謂的橄欖油 喔 它顏色跟橄欖油會差不多 對 它的特點就是 中高溫都可以炒喔 做菜習慣都是高溫爆炒 其實酪梨油就滿適合的 又可以補充單元不飽的脂肪酸 喔 這樣喔 巧克力 蔥泡影 巧克力熱量很高啊 對啊 但是這個是用 蘿漢果囊下去做的 蘿漢果囊是一種天然的代湯 所以有時候我們想要喝巧克力 又怕熱量超不了 你就可以選這個 這樣裡面喔 如果你是24公克3湯匙喔 這樣泡起來熱量只有20大卡 是不是很棒 想喝熱巧克力的時候就可以這樣 這個比較有味 這個你比較會好 這真的很方便對不對 對啊 那個 很多蔥泡影 這個馬克服買一個多少錢 300多塊啊 那如果買比較多有比較燙嗎 有啊 它也有折扣嘛 記得喔 我們的折扣嘛 這個還不錯耶 還有硬的硬的 硬的 硬的硬的 阿嬤沒在扣的 但是不錯啊 因為你知道這個天然的代湯 就是蘿漢果糖下去吃的話 就有甜味而且熱量很低 那平常想要 偶爾想吃一下甜 其實就可以選擇這種 其實差不多有6分喔 6分 6分喔 算不錯的分數 如果我量再把它加一點 可能是9分喔 這個麵特別挑選 因為你先拿去煮了喔 這個叫做海淡麵 海帶做成麵喔 對 然後它熱量 那海帶做成麵不是黑的喔 不是 這樣不是當粉 不是當粉 它熱量超低的喔 你知道熱量多少嗎 10卡 6卡 蛤 所以它整包這樣 18卡 蛤 這樣吃完才18卡喔 對 但是它就是 點含量還蠻豐富的啦 所以如果你有假裝性的問題 要比較注意 但是一般人如果要來控制體重 又要吃麵條的話 其實可以吃吃看這個 海帶麵 我們來吃看看喔 那記得喔 就是這個的話 要煮很久 煮比較久一點 所以你可能就是先泡過 最愛煮 那你也可以用一些 比如說 小蘇打或醋下去泡過 然後再下去煮 比較快那個脆口 那今天呢 加一個香春菇菇醬 香春菇菇醬 試試看 那你也可以選自己喜歡的醬 真的是海淡麵 脆脆的啦 熱量很低 想要控制熱量 想吃一點 像冬粉的麵的時候 我可以撕它 這樣你敢吃得好 這醬還不錯 嗯 這應該算天氣了吧 你應該沒吃過了吧 我沒吃過 我也沒吃過 我也第一次吃了 這也差不多五六分 到目前為止都沒有八分的 沒有 要阿嬤拿到八九分 真的是很困難的一件事 如果你再煮久一點 它會更軟口一點 它現在是算比較脆口的口感 那今天為各位開箱 iHerb上面 各式各樣的東西 可以開了十幾樣油囉 阿嬤 這麼多東西 你最有印象是哪一個 有印象喔 冬粉 冬粉 我最想要來做 還有什麼你還會買 還有這個油 你看這個還鹹鹹 好油啦 有差的酪梨油 那當然啦 iHerb上面有各式各樣的 除了吃的 用的 其實通通都有 各位可以上去看一下 那感謝iHerb這次的邀約 那要記得喔 這次如果你第一次 首購的話 你可以輸入Sony25 那你就可以享有全單八折 每人現用一次 那如果你是舊客的朋友 你可以輸入Sony20 那你只要滿70塊美金 你就可以得到八折的優惠 限購兩次喔 那有限區的朋友 我把資訊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那今天就是我們影片開箱喔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 按讚留言加分享 還要訂閱 記得還要開啟 謝謝小鈴鐺 謝謝老鐺 拜拜 啊我請問一下 要拿到你的高分 還有什麼條件啊 我吃得好鹿 剛才都不夠好鹿了喔 好啦是好啦 是說 沒有那樣就好 不可以接受啦 所以九分還是有難度的 你不是青菜打分數對不對 沒有啊 你不是因為乾爹就給它冠分對不對 不是啊這樣啦 我吃得我會好啦 像你看蛋白 像你喝老婆的酒 哈哈哈哈 用來的 哈哈哈哈